今天是2023年7月3号星期一 7退党日又到来了 7月份也是退党月 今天你退了吗 中共的7月是一年不如一年 现在护党的口号也喊出来了 要在台面上整天强调这个的时候 说明这也就完了 一个病人得了危急病症 要进加护病房 需要更多资源去保住生命 习近平前所未有的喊出 忠诚护党 可见情况之紧急 党员心散人民心死 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 继续把鸡血打起来 中国现在要保的东西太多 但是保党还是习提出的 所谓根本使命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大事 已经一个接一个的瘫痪或者烂尾了 中共怎么能逃过这个魔咒呢 现在青年失业率高起 工业利润年减幅度超过20% 人民币持续贬值 6月30号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跌破7.27 离岸跌破7.28关卡 创下了2022年11月以来的新低 普京已经抛售价值45亿美元的人民币了 换成美元或者是欧元 俄罗斯持有的人民币储备 已经减少三分之一 这就是俄罗斯近年来 所进行最大规模的人民币抛售行动 其实已经晚了嘛 俄罗斯高官都不看小木的节目 这次人民币被抛售的压力如此之大 我怀疑其他曾经帮助停人民币的国家也在谨慎抛售 中国的经济坑没人知道到底有多深 下行空间远大于上行空间 第一财经近日报道 在一家国有大型银行上海分行门口 有不少街头外汇黄牛 他们比银行划算 收美元比银行高一两个点 卖比银行低四个点 最近来找他们换美元的客户还是不少的 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国内禁止外币流通 中共国务院1980年发行了外汇券 外界人士需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 或指定的外汇带对点兑换成外汇券 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 当时一些想出国留学或者探亲的人 尤其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 大家知道中共高官和那些巨额兑换不找黄牛 通常黄牛开始在街头巷角出现 就是这个事物在人们群体中有广泛的需求 而不能通过正常渠道解决 比如演唱会的票 这说明换外汇成了中国 还有些钱的人的一个普遍需求 比如有孩子在国外读书的 因为各种原因准备润的 对外汇的需求很大 换美金三个月前6.8 到现在的7.24 如果需要大量外汇那是损失了不少 现在在国外赚钱要寄回家的朋友们可以有福了 我以前在一期视频讲过 大概在两年前我碰到了一位马来西亚的富豪 他在一家东南亚主要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 让他抛售在中国的投资 当时还有不少人在投资腾讯这类股票也赚了不少 他问我对中国的看法 加上不确定的政治因素 短期起伏就不说了 但我告诉他把钱撤出来就对了 不要看那些人喊的凶 都是在利用短期利好消息在推动股民情绪 现在人行设定了强于预期的中年价制导利率 国有银行多次抛售美元足贬 这表明中共对人民币加速贬值是越来越感到不安 由于当前全球的经济和需求还是偏低迷 国外的客户也是较为谨慎 并没有出现因为汇率变动而订单大幅上涨的情况 我看中国经济这么多年 以前确实是躺赚 因为大势在那里 靠看政策走向带动人民币波动 都能赚得盆满波满 当时还没有到时候 集中力量办大势下的政策导向投资 确实能带动钱的滚动 人们认为是中共政策好 那是胡扯 那只是利益集团们包括一些民企 为在政策之下调动的社会资源起舞而已 最近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腾太 在其微博发文表示 2012年到2021年 中国行政主导性投资 占GDP的比例最低为20.68% 那是2021年 最高为24.83% 2016年 远大于美国欧洲等成熟市场经济 政府投资3%到4%的占比 他说这种过度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其结果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减弱 最终经济陷入停滞 当然了 你要是了解这些投资根本目的是什么 就知道结局了 一个个项目在中国那是赚大钱的生意 肥水不留外人田 能接触到中共高层的人 早就知道最后会垮 只是还随着起舞的人们 离开舞池的时间有早有晚 有的人心里是明镜一样 什么都懂 有的离去的晚些 如果在国内严控这一步之前离开那也行 有的就以为自己成了时代的宠儿 其实也是韭菜 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 中国人在这个场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对社会的认知差距非常巨大 制定政策的人和执行者层层贪污 政策的最终目的也不是为了中国好 为了中国人好 我们也只是陪他们玩了一场必输的游戏而已 在一切太晚之前看清就好 自己曾经傻傻的被误导 也是很坏的经验了 现在年轻人终于看明白 不结婚不买房不生孩子不交社保 医保不消费 看上去很傻感觉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无意中却击中了中共的软肋 中共做的一切必须有底层支持 年轻人躺平不努力 高干病房那些老干部谁来养 未来要退休的干部待遇钱谁来付 维稳资金哪来 媒体一出新闻就被骂 都不理会他们在说什么 如何营造党还活着的存在感 这不眼瞅着就要完了吗 悲哀的是 在社会资源完全被垄断的中国 人们也只能用这种方法抗争 看看谁能挺的比较久 大势一去 现在还在国内投资的就是赌博 短期起伏肯定会有 中长期必跌 不能抱有幻想 大家知道新加坡的国家投资基金 还有国际上的退休基金 或者看长线的基金都撤了 这些人整天就钻在前眼里 为了获取内部风向 钻破脑袋 都想在资产价值被低估的时候入场 或者发现将来会窜起的新兴 在中国已经没有赚这种钱的场了 真正在钱的圈子里经营的人 是能够感觉得到的 中共集中力量办自己的大事 中国人再也折腾不起的时候 那些大事也只剩下了外形和忽悠 没有能力起到实质性作用了 日前一名女子在网上披露 她在扬州被一个警察强奸 但报案后无果 警方称她反抗不够激烈 案件不能被定性为强奸 报警后该警察没有被处理 相反警方还对她进行了 长达12小时的笔录 一直试图引导她是自愿发生关系 当她发帖引起社会关注之后 微博发出不到一小时 扬州警方就联系了她 不到三小时就来到她所在的城市 并强行要求她删除贴文 一个标准的中国新闻 事件性质不同 但是本质都一样 反抗不够激烈就不能给处理 中国人因为没有反抗激烈到中共重视 事情就被默默平息了 当做没有事情发生 如果白纸革命没有得到全国 甚至世界各地中国人的响应 今天咱们还是清零的日常啊 退临还耕政府从未说过 新华社说那是自媒体制造的伪概念 中国疫情三年从来没有封过城 那是老百姓自发的在家配合抗议 六四如果不是有中外记者的报道 和现场人士保留的珍贵历史记录 六四就没有发生过 如果法轮功学院没有经过 漫长而艰苦的调查举证 找到中共活摘器官的铁证 今天在中国孩子被失踪了的父母 都无从了解孩子发生了什么 反抗不激烈就当做罪行没有发生 那反过来讲 一旦现在的和平非暴力抵抗 足够强大和激烈 中国的形势变化会很大 从来都说中国人要自救 肉身不能翻墙的心灵也要得到解脱 两种办法 一个是从以前的中共集中力量办大事 折腾百姓 到现在中国百姓自发的集中力量 和平躺平抵抗 这也是推进中共倒下的重要因素 这点不用说 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 已经在大面积的开始做了 再一点就是看清了中共的本质 认清了中国形势的中国朋友 上网三退 就是在网上公开声明 退出曾经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 咱们就做个清清白白的人 不跟他们有任何瓜葛 不是给他们提示看 就是给我们的良心和老千看 如果那位观众想让我帮忙给退 就在留言中写下自己的姓名或者化名 告诉我退哪些您曾经入过的组织 我就去三退网站给您发表 您记住给我的名字和日期 以后可上网查询 未来也许就是你的见证 有人在网上问 为什么那些不可一世的大白们彻底销声匿迹了呢 连一个挺身而出炫耀大白身份的也没有呢 社会再疯狂最后都要回归理性 物极必反这是规律 曾经参与对中国人犯下罪行的所有人 越是高层越不敢炫耀自己的光荣史 去美国都不敢说自己是党员 否则可能会被遣返 中国人开始集中力量做这些大事的时候 您再看看中国会怎么变 好了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点赞分享 要记得点赞订阅小木谈天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视频链接就在置顶留言 大家也请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更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视频说明栏也有赞助链接 支持小木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